你的资料呢 应该会发现一件事 我们取得进来的资料 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资料 原本应该都有栏位名称 举个人说 那个国家 就是国家 绝对不会叫什么Column 11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一件事 把它证明回来 更正它的栏位名称 好 你要知道要在哪里做 我们这一节课都是在 所谓的Power Query 编辑器里面去作业 所以现在 我们如果想要进行 资料清理这件事情 我们就点准 1.常用 2.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3.转换资料 首先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要知道 我现在要做的是 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的一个管理 这个资料内容 清理这件事 那它本来叫什么 Source.name Column 1 Column 2 一子类推 那我顺便要把 这一个进口点 统计区 国家地区别 总计 活动 这一列 叫做资料 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功能在这里 麻烦请点 这个资料表输钮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请问 你的标题 是不是全部都改成 你希望的标题了 好 那刚刚做两件事 刚直接你 你做这个功能 他做两件事 第一个 将标题升级 本来是不是 你的第一笔记录 对不对 作为标题 所以他一定要先把 原本的那个标题 给删掉 然后把第一列的记录 提升变成标题 标题是不参与计算的 就是标头升级 再来 以便跟类型 就是 所有他的类型 全部清算都是文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档案来源是CSV CSV它就是文字的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成功的做完了 所谓的一个标题列的定义 好 定义完毕之后呢 麻烦请点常用 底下 这边有一个关闭定套用 检查 检查他的栏位名称 有没有改成正确 好 请看 你这边的栏位名称 是不是就变成标准的 那个栏位名称了 这个资料 你看从头到尾 都是文字 这是不能分析的 资料栏位 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没有数字 那你怎么做数字分析 国家地区 好 我们来去看 国家地区在这里 请问你 这里面有没有地区 比如说亚洲 欧洲 有吗 对不对 有没有 那个 比如说 大陆 不丹 好 什么伊拉克等等 这些国家 有 对不对 全部都混在一起 他到时候的数字 是两个合并起来 重复计算 所以我们是不是 应该要先把它区分出来 要做到这件事 第一 我们先进 就是Power Cooling编辑器 里面进行资料清理 来 常用 转换资料 第一 请点常用 第二 请点 转换资料 好 然后 接下来在这里面 是不是有国家地区别 首先 滑鼠右键 然后 点选这个国家地区别 然后 麻烦请做 取代值 所以请把 亚洲 改成 州 亚洲 好 请点确定 所以你在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 州 亚洲 好 继续 把所有券 点国家地区别 来做取代值 请把 欧洲 改成 州 欧洲 两个 再来 北美洲 改成 州 北美洲 取代值 一样 二十六件 点选 国家地区 别 北美洲 寻找的值 是 北美洲 取代值为 州 北美洲 北美洲完毕之后是中美洲 好 一样华学右键 点选国家地区别 取代值 中美洲 改成 州 中美洲 确定 还有南美洲 好 一样华学右键 国家地区别取代值 州 南美洲 改成 州 南 美 洲 来 最后一个 大洋洲 对吧 对 大洋洲 来 好 主要键 在国家地区别 点选 然后 去做 大洋洲 改成 州 大洋洲 好 就这六个州 现在 不敢 非洲 来 滑鼠右键 对国家地区别 点选 然后 使用取代值 非洲 然后 代成 州 非洲 确定 来 针对国家 地区别 去做 分割资料行 分割资料行 一 分割符号 一 分割符号 好 来 一 华学右键 点选国家地区别 二 这个不是用取代值 叫做 分割资料行 第三 要点这个 一 分割符号 好 请把 你要分割的符号是 字定 州 这个字 然后 请选 分割处是 最左边的 分割符号 第一个出现 州的这个字 把它切分 所以 我右边 会即将产生 那个正确的 那个州 这样了解吗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接下来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亚洲 这个亚洲 是不是看到 这边叫 New 对不对 其实 我们现在 只要做一件事 这个要补亚洲 好 依此类推 我看下一个 州是 北美洲 请问 这边是不是要补 北美洲 这边是不是要补 北美洲 对吧 好 有没有很快的功能 可以做到这件事 答案是有的 第一 请点 转换 第二 填满 填满 向下 可以吗 我们来检查一下 对不对 请问 墨西哥 是不是中美洲 然后巴西 是不是南美洲 自立 是不是南美洲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这个 国家地区别点一 这个 这个蓝 这个蓝 请做 移除空白 可是这样做 其实是在做筛选 所以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我要永久筛选掉它 所以来麻烦请做 清除筛选 请不要在筛选里面做这件事 好 你现在要点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这绿色 黑色 黑色就是空子 所以你要滑鼠右键 点选这个黑色 滑鼠右键点它 有一个叫做 移除空白 有看到吗 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们把名称改一下好不好 这个 名称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 它叫做 国家 这个 这个叫做地区别 可以吗 所以就直接叫 地区 来 滑鼠右键 针对这个国家地区别 点二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直接改名 只叫做地区 Enter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资料 做一个转制 转制 听得懂吗 来 请选 请选总记 然后 总记这个地方 点一下 然后请拖曳到最右边 去复得键按住 点 19 其他 可以吗 也就是你把 这些项目 全部一起做 转制 好 怎么样做转制 然后 请做转换 取消 资料行书面 就直接点它 做完了 你现在变成 只有六个 栏 这样子的资料 才能做分析 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请把这个值 请问一下 这个值 是不是应该是数值 这个是文字 没问题吧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文字 就是以它的类型来说 好 那这个值 它既然是数值 数值就不能是文字了 好 所以请选 这个值 改成什么 来 请改成整数 记得 值 要 改成 整数 这样子我们到时候 才能够计算 好 当值 一改成整数 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原本的横线 变成error了 请问这些error 可不可以移除掉 可以 怎么样去把这个error 通通移除掉 所以 网鼠右键 然后 移除错误 好 请点选 常用 的 关闭 定套用 接下来 我们现在要来画 简单的画一张图 当做是结束 我们先缩小一点 哪一周好了 好 首先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 有这个 数字 栏位 值 是数字 栏位 它前面有一个c 叫什么 所以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就可以 当做是我们 被计算的栏位 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 这里面 我们先画 最简单的一张图 就是群组直挑图 所以请勾 群组直挑图 群组直挑图 我们来去看一下 各地区的销售 进口值是多少 所以第二 第一件事情 就是点选 点选群组直挑图 第二 就是请勾 地区 第三 请勾 值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么多年来 有看到吗 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是亚洲 这个地区 可是这是 这是从 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加总在一起 好 这样才能做 分析 刚刚 刚刚最原始的那种资料 是不能分析的 随便画这简单图 都画不出来了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件事 分析什么呢 分析 各个国家好了 各个国家 好 所以空白这地方点一下 我们再画一张 很简单的 那个各个国家 的进口值 所以群组直挑图 然后请勾 国家 第二个动作 请勾 国家 第三 请勾 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想说 先告诉你一下 想告诉你一个 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 互动事报 你看 这边是不是国家 这边是地区 所以 当我点选 我们历年来 进口 最 是跟哪些地区 进口值最多 最产生依赖 这个依赖进口国 是进口的地区 是什么呢 好 我们就点一下 是亚洲 有看到吗 其中亚洲 又以 这些亮起来的颜色 又以中国大陆 第一 然后第二是日本 然后第三 先来一下 第四 东协 这都是亚洲 直到第五名 才会出了亚洲 是跟美国 的亚洲 感谢观看